赌王何鸿燊去世两年后,他的二房太太蓝琼英,6月11日因癌症在香港养和医院病逝,享年79岁。 媒体还公开了蓝琼英临终医院,他希望子女低调处理自己的身后事,因此五个孩子对母亲离世的消息未有公开,而媒体还透露,何超琼将在16日有公开活动,不知道会不会就母亲丧礼仪式做出回应。 前段时间来,蓝琼英因为罹患癌症,一直在养和医院接受治疗,最终还是因为病情过重撒手人寰,结束了自己颇为传奇的一生。 蓝琼英已患癌多时,过去一年便长期住在养和医院,在去世前一个星期,蓝琼英就因为病情突然恶化,被送入ICU抢救。 赌王去世后,蓝琼英便彻底消失在大众视野中,最后一次公开露面,还要追溯到赌王葬礼那天,当时的他已经需要依靠轮椅出行,足以看出他当时已经身体堪忧。 所幸的是,蓝琼英在临终之际有家人的贴心陪伴,五位子女都寸步不离,在守护在他的病床旁,如今五个孩子个个都功成名就,想来蓝太也能了无牵挂,在天堂与赌王得以团聚。 何鸿琼英的四位太太中,以蓝琼英家是显赫,身家最为丰厚,她十四岁就与赌王相识,完成学业之后便获得何鸿琼的青睐。 当时按照律例,何鸿琼便风光迎娶蓝琼英,正如入主河家,足以看出蓝琼英在赌王心目中的重要地位,要知道此后三太和四太进入河家之后,一幅多气制度已经下令废除, 以至于两位太太至今都有名无分,急于赌王的夫妻关系,不被法律保护。 蓝琼英嫁给何鸿琼英之后,她常常陪伴赌王参加各种公开活动,在许多慈善舞会上,何鸿琼英与蓝琼英是最佳拍档,被评为武帝和武后。 四方中,蓝琼英是陪伴赌王最久的一位,所以可以说,蓝琼英是享受何鸿琼独宠近三十年的女人。 后来,才有了三房陈婉珍和四房梁安琪。 蓝琼英为何鸿琼生下四女艺儿,各个都是社会知名人士,其中四个女儿分别是,何超琼信德集团行政主席兼董事总经理,何超凤奥博主席及执行董事,何超侠信德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,何超一知名女艺人, 还有能力超强的儿子和游龙新豪国际主席,都是何家事业的中间力量。 在外界眼中,蓝琼英无疑是一位精力丰富的传奇女性。 1943年出生的蓝琼英,家庭背景也十分优越,父亲蓝健宜是一名有着多次战功的将军。 出生于军人世家的她也算名门之后,小时候家境幽卧,家中仆人成群,但可惜中途家道中卧。 在此情况下蓝琼英1949年来港居住,在一个商会上,一个青春靓丽,活泼可爱的中国女孩吸引了何鸿燊。 她俊逸优雅的仪态,亲密温婉的容貌,落落大方的举止,以及东方女性特有的温情,给何鸿燊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 而在当年中秋节的一次慈善晚会上,何鸿燊再次遇见了这个令她心动的少女。 大晚她上台朗诵诗歌,节目主持人爆出了她的名字蓝琼英。 彼时的何鸿燊正好回港发展事业,两人就这样结缘定情。 1958年底,何鸿燊在香港扎店山谷百道为蓝琼英买了一栋别墅,作为他们的新房。 几天之后,按照大秦律律,36岁的何鸿燊正式迎娶蓝琼英为二太太。 婚后,何鸿燊经常往返于白屋和谷百道,名义上是一击一箭,但她决心把一碗水端平。 两位太太分而置之,关系也算融洽。 李网华初始很难接受,但经过一年多的心理调整和互相来往,她觉得二太太不仅容貌娇媚,还知书达理,很有才气,便接受了她。 蓝琼英是赌王在原配妻子李网华重病之时,根据大秦律律决定赢取的。 何鸿燊在何鸿燊传中曾说,我不能一辈子当和尚,况且我当时已家大业大,工作非常繁忙,各种各样的应酬不少,需要一位女性操持家务,并时常陪伴自己左右。 何鸿燊对蓝琼英十分满意,几十年后她对记者说,她很漂亮,很年轻时就嫁给了我,但我很好,当年蓝琼英以二房的身份,嫁给何鸿燊之后,她非常清楚,大房在家中的地位,于是就主动和大房分开住,不去干涉大房的任何生活。 蓝琼英一共为何鸿燊生下了五个儿女,因此也生得何鸿燊的喜欢。 结婚十年,何鸿燊都没有公开过蓝琼英的身份,十年后蓝琼英巩固了自己的地位,才把自己是何鸿燊二房的身份昭告天下。 死后的三十年间,何鸿燊无论出席什么活动,都会把蓝琼英带在身边。 后来何鸿燊又接连赢取了三房和四房,蓝琼英自知道,这是一件无法挽回的局面,于是就提出去加拿大独自生活。 很多人都知道,1981年李婉华的儿子和油光发生了车祸,夫妻一起死在了葡萄牙。 这个事情对大房是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,李婉华从此身体一蹶不振,何超英更是因此疯掉了。 蓝琼英移民到了加拿大,长期居住在加拿大,很少回到香港澳门。 很多人认为蓝琼英这次移民,是跟这场车祸有关系,甚至很多人认为,蓝琼英是心虚这些都有恶房的手笔。 当然这也只是传闻而已。 也有人认为是何鸿燊把蓝琼英逼走的。 不过事实上蓝琼英是因为三太太陈婉珍才走的。 陈婉珍在1980年,成为了李婉华的私人看护,当时是姐姐陈婉芳介绍的。 陈婉芳当时已经嫁给了何鸿燊的侄子,因为有了这层关系,所以陈婉珍从医学院毕业之后,才会去给李婉华当私人看护。 另外陈婉珍嫁给何鸿燊,不是李婉华介绍的,也不是蓝琼英的计策,而是一个叫做林凤娇的女人策划的。 这个林凤娇是陈婉珍背后的军师,也是何鸿燊最信任的手下之一。 关键是蓝琼英当时的强势,让何鸿燊开始在他那里感受不到温柔。 于是何鸿燊的空虚,让陈婉珍捉住了机会。 如果陈婉珍不是有心如此,单单是成为李婉华的看保,绝对是无法让他成为何鸿燊的女朋友。 当时何鸿燊已经60多岁了,蓝琼英跟何鸿燊也结婚30多年,蓝琼英自然无法忍受,于是就选择移民加拿大。 不过对于这个事情,蓝琼英跟何鸿燊都从来没随着赌王年龄的日渐增长,身体状态也每况愈下,太太们之间的争斗也越演越烈。 对于赌王的财产都虎视眈眈,似乎只有二太太蓝琼英相当的淡定。 二太蓝琼英是军人家庭,年幼时受过良好的教育,她和赌王是鹦鹉结缘,后期对赌王的事业也做出了很大的支持。 二太四子一女,其中就有四位董事,一位金像奖,现在四女又掌管赌王家族,在澳门的商业帝国。 蓝琼英看似低调,不争不抢,实则是将所有的赌注,都压在了子女身上,只有子女在社会地位和财富上有所成就,她才拥有更高的筹码。 之前赌王宣布退休,却将另一密卖经济傲博,交给了何超凤。 虽没落入何超穷手中,但等同于在她手上。 何超凤是何超穷亲妹妹,姐妹二人,掌控着赌王全部身家。 以退为进又低调董事的蓝琼英,在赌王眼中一直是善解人意,实大体的存在。 赌王对她十分满意,几十年后还对记者说,她很漂亮,很年轻时就嫁给了我,但我很好。 面对着另外两位太太,她从来都不放在眼里,因为她当时是在一期多切制度下赢取的,而另外两位太太都不合法。 在这场世纪豪门家产争夺战里,蓝琼英的财产自然也分得最多,一出手就夺得了百亿家产,光是现金就有190亿。 而赌王最值钱的奥伯和信德两家公司,也由二房的女儿们继承。 这些年,二房无疑是四房中权力最大的一房,在何鸿燊去世后,二房的何超琼已经成为了赌王继承人。 哪怕面对媒体宣告赌王的后事时,何超琼也是站在C位,而她的三妈四妈全都靠边站,可见何超琼在何家的地位。 或许因为蓝琼英已经患病许久,家人也早已做好心理准备,其去世之后子女也表现得颇为平和。 6月15日,女儿何超一还更新社交动态,晒出了珍宝海鲜坊的照片,和往常一样分享日常生活,并未过多展露出悲伤情绪。 事实上直到这次蓝琼英去世,外界才知道蓝琼英其实已经患上癌症了,而赌王家族的其他成员,大多还未为此露面,四太良安琪也没有动向。 何游君当下身在广州陪妹妹何超新庆祝生日,不知在后期葬礼仪式上,所有成员是否会现身悼念,一起送别二太最后一成。 作为赌王门下的二夫人,其中的酸甜苦辣,想必只有蓝琼英自己才深有体会,正所谓如人饮水,冷暖自知,在偌大的豪门家族里生存并非一世。 此前何超连在采访中曾透露,自己母亲在年轻时曾严重抑郁,而早年的三太为了赌王和西夏子女,也做出了很多牺牲,想必二太也是如此,将自己的青春与心血都投放在家人身上。 对于蓝琼英的安葬地点,一时间网上也是众说纷纭,但能够确定的是,蓝琼英绝对不会安葬在赌王目的中,因为在当年赌王安葬时,仅靠着父母,并没有预留位置,也没有做合葬的准备工作,也就不可能和蓝琼英合葬,很有可能是在昭远坟场的其他位置。 昭远坟场是赌王家族坟场所在地,蓝琼英既然嫁给了赌王,自然会就近下葬。 至于网上传闻安葬在澳门的陈威基坟场,就更不可能了。 毕竟二房和大房关系并不好,赌王也没打算让大房进自家坟场,二房子女,又怎么可能自己找不痛快呢? 私人已去,芳华永存,祝愿阿泰兰琼英一路走好,在令的世界继续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。